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好 刚刚带你来关心 先来关心股市 最近台湾正要陆陆续续 公布三月份营收 但却陆续传出一些财报地雷 包括日产 日产是尼桑 尼桑竟然传出一记大亏 71亿 经营还出现危机 好 另外一家公司 也是客客有名的公司 还是郭台铭之前曾经一度想去买的公司 叫做JDI JDI竟然也爆出财报地雷 挂牌以来持续造假 JDI福报库存 六年灌水超过36亿被发现了 但陆陆续越财报地雷 并没有阻碍台股的反弹气势 台股回补了跳空缺口 再接大涨了114点收窄 10447点 憲哥 好 我们先来谈这个JDI JDI这家叫日本显示器公司 这间公司干嘛很厉害 这间公司很厉害 这间公司是四间公司组合 是新立 松下 日立 还有一家叫东芝 他们那时候各家都有显示器公司 所以后来日本政府说 你们自己打自己这样不好 我们干脆把四家组合成一家新的公司 打团体 对 打这个所谓的一个国家队的 它是国家队的公司 对 所以它是在1970年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显示器公司 而且我们的指纹辨识是它发明的 指纹辨识就它发明了 对 而且它也是那时候 苹果几乎是全部所有的显示器 手机的苹果是2007年 第一支手机出来 那郭台铭就想买这一家 当然 那时候还没有三星 三星还排在后面的后面 所以郭台铭他们才想要说 要把它埋起来 因为它有一些关键性的一个技术 那想不到它2014年3月 一上市挂牌以后就开始造假 造什么假 假造库存 假造库存在 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奇怪 台湾第一家假造库存的就是钉钉螺旋夹 金金如笋之 金金如笋之也曾经假报库存 民国六十几年的假造库存 那经营到败的时候 扩存用的铿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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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铿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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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 前三季就到12月底為止 前三季就虧了11008億的日幣 然後他庫存假照 131億的日幣 台幣差不多36億多 131.04這個就是他假照的庫存 假照的庫存 那現在他整個帳目算起來 他的一個如果公司清算的話 他的鏡子的負數是1082億 1082億 對 所以你看這家公司已經完蛋了 對 已經完蛋了 所以清算已經變負數了 這間公司已經不記得了 好 我們看到了 想不到連赫赫有名 國家隊的JDI也出現財報造假 那股價不是就虛勵了 是啊 現在股價一塊多 月票46元 46元 對 你要除以四代表10元 我們請觀眾朋友看一下 畫面上這個是在今天 JDI的盤中走勢 我們看一下K線 有夠奇差好像剩40多元 對 好 除了JDI出現財報造假之外 想不到 米桑也傳出壞消息 對 那米桑的第三季 也就是去年的10月11月10月 第三季就虧了2.38億的美金 那這個美金一虧下去70億的台幣就蒸發掉了 所以以上最近的一個股價也一路的下跌 那以上公司已經決定要重組 它在5月份會公佈它的重組的名單 另外它最近就先砍它的一個整個交貨量 也就是它的業績 它本來是預計今年要生產600萬台 它現在砍100萬台變成500萬台 那砍100萬台的話 第一個就是裁員 它全世界包括第一次的裁員4500人 到第二次的12500人 到美國關了三個廠又裁員1萬人 最近它總共裁員2萬7千個人 裁員20% 這個裁員下去看以上能不能利用這種cost down 成本的cost down以後 能夠在這邊先喘一口氣 其實你上這麼好的公司 到今天這樣的景況真的是不勝唏噓 對 以上是1911年成立到現在109年 109年 百年氣 對 日本天皇 日本的一些過去的一些高官 他們都是做以上的皇冠的汽車 你看 以上在日本是多麼的有名 1970年它是全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商 就是汽車出口商 1999年它跟雷諾合併以後 它是全世界第四大的汽車工廠 這麼好的公司 今年竟然這樣子 你就可以知道 這一次的一個病毒多麼的嚴重 當然最近只是病毒 也有人謀不張 對 因為它在1999年 跟雷諾合併以後 它的社長就換了一個 一個黎巴任人叫做高恩 那高恩這個人有人說對以上來講 成的高恩 敗的高恩 因為高恩在2000年他擔任社長以後 2001年他又兼CEO 他就一直的 Costum裁員 讓以上突然之間的轉虧為雲 所以他變成是以上的救世主 在日本很有名 在全世界的汽車界也很有名 不過2018年的3月 被日本的地方法院 這個地檢處把它提起公訴 提起公訴是什麼 違反金融法 金融管制法就是洗錢法 你出什麼事 包括他隱匿50億的一個日幣的收入 他自己的收入 逃稅 另外的話背信 還有侵占 這三個稅在日本都很大 所以他就非常緊張 結果2018年他10月起訴以後 就把他抓去關了 2019年的3月 用10億的日幣交保 所以他交保的時候 他易容為一個建築工人 結果被發現了 就這一個戴口罩這一個 高恩 他交保的時候突然之間 變成了建築工人的模樣 對 人家也是有頭有臉 全世界第四大公司的社長 汽車公司的社長跟那個 我們台灣是用遮臉的 他是直接 用易容的 對 用易容的 聽說蜘蛛要不要讓他跑去 對 所以日本很厲害 他就覺得你幾元的易容 他4月再把他拉回來 再關進去 後來又5億日元交保 想說15億日元交保 還不夠 在你家門口 在他家門口 裝了一個監視器 而且你在家裡不准上網 不准上所有的 搜所有的Email 不准 不准跟國外聯合 就不准對外聯繫 對 完全不准 而且監視器 24小時監視者 這樣還被逃走 所以外面傳說 他是藏在一個什麼 大提琴河跑出去 有可能 有可能 躲進大提琴河跑出去 這看電影情節 是 他在12月31號逃走 12月31號剛好就是過年跨年 他請了一支樂隊 他的律師教他 請了一支樂隊到他家裡來演奏 演奏好以後樂隊要走對不對 對 樂隊進來8個人10個人 走還是8個人10個人 但是那個大提琴 有人說躲在大提琴箱裡面 因為他的身高167公分 167公分如果要躲在裡面的話 也是很難躲 不過真的就被他逃走了 因為他有兩本護照 有黎巴仁的護照 還有華國的護照 所以他就到 從成田機場 大大方方的逃出去 日本 警方 警方 真的有夠沒面子的 日本從來都沒有遇到這個 日本一片的嘩然 所以李桑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那我們回到我們台灣 李桑的台灣代理商是 玉龍 不過玉龍也是秋季買 或是台灣的風水 嚴格來說是不是應該算是 玉日車 對 玉日車 可能是農業秋季不好 不然就是台灣的風水都不會 不然你看他所有代理過期的品牌 都拿出台灣市場 包括聯絡 包括通用 包括三菱 包括日桑 你這樣做事情要不拿出 要不拿出 但是三菱在2016年 B0破產 日產成為他最大股東 2016年的時候 其實玉龍有代理通用汽車 很多品牌 像歐普你還記得嗎 現在也都看不見 美國車吃油胸 對 都現在看不到這個品牌了 雷諾在台灣做不到 雷諾從2009年開始 就不再引機新車了 所以難怪言辰力言說 我們還是回去做代工吧 也許代工才是適合我們的路 因為做品牌 好像有點八字不合 我們回來看玉龍和玉日車 好 我們先來看 玉龍的一個K線圖 玉龍現在今天收的是平盤 上次有講他一火重生 玉龍現在最大的就是說 把該打全部打掉 現在全身已經沒有負債 既然沒有負債的話 對玉龍來講 未來就看他的鏡子 他鏡子現在14塊左右 當然現在是不好 這個時候一定是不好的 不好 但是就是不好 你才有辦法維基入市 我們來看玉日車 玉日車最近我們有說 我今天是沒問題 好 真的沒問題 我們回來看台股 好 他要沒有問題 也要大盤挺得住 是 今天台灣股票 因為我們的期貨結算 所以優惠 優惠把這個空已經補掉了 一般來講 從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走這樣一二三以後 在這邊應該要休息了 所以我們在前半段有講 最強的股票已經今天開高走低 所以今天漲了什麼股票 越爛的股票 漲得越凶 飯店 撩得一塊底 李興車 全部都延一時的 今天都向我都挖起來 都變僵屍 突然跳上來 一跳上來就漲天板 這些股票不賺 這些股票你如果要做底 這就像 這就是搶銀行一樣 就是搶反彈搶銀行一樣 不管警察有沒有來 你都要跑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現在很多分析是說 殖利率很高 我跟你講那個分析 殖利率是一個大陷阱 殖利率是去年的事 去年賺的錢 今年配息給你叫殖利率 問題是今年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看去年 去年的好學生 不代表今年好學生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 我覺得如果這些投機股的話 你可能一天兩天你就要跑了 現在有很多投機股 對 我介紹兩檔股票 一個是2376的技嘉 技嘉這應該不是投機股 這不是投機股 因為現在大家都宅在家 都在打電動 這個部分 今年第一季在成長 而且你看它全部都是一個 多頭排列 線頭很大 另外我們來看它的兄弟 2377的微星 兩家都是一樣 那也是一樣 這個全部都已經上去 它這個形態很像 都很漂亮 像這種股票來講 它比較有未來性 因為過了這一波漲完以後 再下來就是看硬功夫了 就是你未來第二季第三季 你真的有沒有辦法成長 這硬功夫這兩家都有 好 所以說到硬功夫 到底盤面還有哪些 個股是有硬功夫 可以在這個時候進場做多的 照例幫我們來看 因為五費疫情 剛剛其實憲哥也談到 現在宅經濟最熱了 對 沒錯 包括亞馬遜需求暴增 增騙了17.5萬人 現在人家在裁員 他是在增人 所以這代表什麼 亞馬遜因為受惠於電商 跟雲端跟視訊等等這些的服務 所以讓他的股價創下歷史新高 這是亞馬遜的股價 股價創歷史新高 對 創歷史新高 這是2016年之前 大概2015年 你看500到2000多 2283 2283 漲了4倍 2008年的時候 你知道他多少錢 2008年 2009年的時候 大概50塊 50塊美元 漲到現在2000多塊 2283 對 從不到50塊 所以觀眾朋友 這個時候選股我們看到亞馬遜 我們要想找找坦白面上有沒有 對 沒錯 像亞馬遜這樣的個股 Netflix它也是創新高 因為這個就是串流影音 就是你看電影 在網路上看電影 影片 所以就是出現這樣的情形 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疫情改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Netflix的股價 對 確實很多人在家裡追劇 沒錯 我很多朋友以前不參加 Netflix會員的都加入了 對 沒錯 所以股價 它的股價也是往上創高 對 也是創新高 也是創 也是創歷史新高 對 沒錯 也是創 所以你看網路這一塊 真的是很厲害的 好 那台灣的含命呢 因為台灣 當然大家假如說網路的部分 大家就講雲端 伺服器 可是我覺得那些東西 炒爛了 我個人覺得 因為講都已經講爛了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 從亞馬遜跟Netflix 可以看到什麼 就是電商雲端視訊 等等這些沒有錯 它講的就是未來的趨勢 就是說假如說它的產業趨勢 真的是向上了 那我覺得 你這個地方去買進 相對安全多了 好 那這一塊 當然大家講的就是5G 5G的部分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等一下我會講類股的部分 5G你看到 它3月份的出貨量 中國大陸5G的手機出貨量 3月份 它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其他的都很不好 你比如說像三宗 比如說像Apple 只有5G很好 只有5G 大陸的5G它的手機出貨量 它是創下歷史新高 你看到11月這2月比較不好一點點 3月又開始上來 為什麼 因為大陸的官方 因為大陸的景氣不好 現在因為封城什麼東西都不好 所以之前 現在來講它有新基建 只能拼5G了 只能拼5G 新基建就是5G 以前是舊基建 現在舊基建 因為基礎建設都蓋得差不多 所以現在新基建 就是5G的部分 比如說像基地台 比如說像相關的這一部分 所以導致成華為跟中興等等 要對台釋出一些大的訂單 所以在這樣的架構之下 我覺得當然我們要尋找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個股 對 我們來看 到底哪些個股吃得到這塊餅 對 沒錯 既然現在這是大陸全力在推的 對 在推的 那之前大家講的5G 我相信大家 PA 散熱 銅箔基板 PCB 我覺得這些也講爛了 我講一個比較新的 就是在檢測這一塊 檢測大家比較少提到 檢測是什麼呢 檢測就是說比如說它是可靠度分析 故障分析 材料分析 因為比如說像你台積鏈 從7奈米 5奈米到3奈米 它不管怎樣 除非它賠錢 不然它還是繼續在研發 從7奈米到5奈米到現在3奈米 對不對 研發的過程中都需要檢測 對 都需要檢測 因為它有材料分析 不是要檢測病毒 對 電子的一些半導體的檢測 或者一些製程 5G的相關器材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看 這一部分來講 當然就三檔 自貿 更新跟鴻康的一個部分 自貿它是光學的一些設備的 一個檢測的部分 那更新 三元營修公布出來都不錯 你看都不錯 寄生率 其實我們看寄生率 寄生率22% 然後這個是4% 這個是22.3% 這個是寄的年增率 好 那EPS也來看 EPS來看一下 4.48 7.27 3.9 但是是去年 這是去年 好 那我們確保今年會不會去年 好 來 你看 它的寄生率 今年有武漢肺炎 2月份大陸封城 那假如說其實今年第一季 很多都比去年第一季差 你看像鴻康好了 既然第一季 比去年同期成長是22.31% 它的成長率是高的 所以你就說去年 它如果能夠賺3.9毛 我今天可能會超過 對 今年 券商有預估 我大概有看一下 大概是5塊半附近的水準 5塊半附近 對 我看半附近 那你看 你先看 鴻康的部分 跟它來做比較好了 它4.48 它賺3.9 其實差不了多少 股價一個137.5 一個只有六十幾塊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線圖好不好 對 我們來看一下 3.587 對 沒錯 3.587 要不要賺5塊 大附近 差很多 你看喔 對 沒錯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剛剛所提到的 檢測做什麼 材料分析 因為比如說半導體 很多像台積電 然後故障分析 可高度分析 另外一個 它第一季營收創同期新高 歷年的同期新高 第二季營收法人預估 創歷史新高 所以你看第一季 第二季這麼不好的狀況之下 它都還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 它是台積電的供應鏈 台灣跟中國的營收各佔一半 所以中國那一塊起來的話 它會更加速 這個線看起來 對 你感覺 下來之後 因為其實它的PED 本益比很低 假如說今年真的 賺5塊半以上 其實目前以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禮拜師又要法縮了 所以我覺得明天應該 就像昨天 關鍵時刻 華興科法縮 昨天下午華興科 今天被動元件就漲 華興科就漲了 我覺得有一些布局卡位的 所以台積電如果明天法縮 雖然大家很擔心會有關消息 但不排除會利空出境 對 有可能 那搞不好會提早卡位 有些人會去提早供應鏈這一塊 所以可以留意 在這波疫情之下 宅經濟持續在發燒的個股